在戏指中校东路之前因为管线挖埋频繁 再加上路基本原来就不怎么好 路况查到不行 而在之前的会刊后 终于在前两天重铺博邮路变得好平坦 不过现在有电信业者又打算要开挖 26号上午的会刊当中 一元廖正良服务处也表示坚决反对 这是之前的画面 就是这一段真的特别严重 尤其在靠近道路中线 博邮路面不平的状况一个又一个 这里是中校东路秀峰高中过来 往前东路方向 算坑洞才刚补没几天 不过已经又开始军裂 出现小碎石 甚至凹凸不平 而且沿路都是类似的状况 如果晚上视线不好 骑机车真危险 所以在这次的道路重铺当中 也先进行了路基改善 路平专案一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人孔盖的调降 我们以前我们中校东路 都有许多人孔盖在路面上 那尤其是对我们摩托车的机车骑士 这个非常的危险 然后那也会让路面变得非常的不平 第二个部分就是路基的改善 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一些路面 都会有塌陷 那下雨都会有泥土冒出来的情况 那这就是它的地基的流失 那如果说我们不做地基改善的话 我们直接把表面的柏油重铺的话 那可能过一个月两个月下个雨 那我们路面又会摊房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路基改善 因为中校东路的路基不好 造成路面凹凸不平难走 所以改善工程中就分成三个阶段 人孔盖降低 还有就是路基改善 最后才是重铺博油 而在一两个月的施工之后 终于在前两天 整条路加铺完成 路变得好平 不过电信业者却因为底下管线出问题 提出要挖路改善 这也引起地方不满 因为路才铺好两天又要挖 26号上午预言廖正良服务处 也邀请相关单位人员 现场会刊表达反对意见 很不简单 争取了一年多 花了将近六百万 才拜托我们新北市 人工处来帮我们整条路都铺好了 那结果发现有那个路电线 跟那个电信的线 又挖坏掉 那可能这两天要再整修 路屏专案做了之后 我们的他们的网路 中华电信的网路 还有我们的电话不通 那所以说我们中华电信 想要来就是检查他们的线路 但是因为我们中校东路才刚铺过 那所以我们他有向我们系区公所来申请路正想要再开挖 那我们服务处是非常坚决的反对 这个刚铺完的路绝对是不允许任何的业者再来重新再挖掘 六百万重铺这一段的中校东路 现在改善完成 好不容易有平坦安全的路可以走 议员廖正良服务处表达坚决反对 要求电信业者另外找方法改善自己线路的问题 解诚惠林细致采访报道